今天是个好日子 新香的时刻 你唱啥歌 那边有什么 你看看这个歌好看 大小不错 颜色也不错 挺适合我老婆的 老婆的手机有变化 怪怪的 没有是账片 别怪别怪 先别挂呀老婆 我们今天反正无聊 咱们逗逗玩 你可真无聊 快钱 那晚我还要买包呢 喂 你好 你好先生 我是胡你玩医院的胡医生 你老婆今天被发现在河里溺水了 现在被送到我们医院检查 什么 我老婆溺水了 现在什么情况 她现在情况稳定 一切体征良好 嗯 那没什么事 就挂了 哎 你这个老公怎么这样啊 你老婆差点出生命危险 你怎么一点都不关心呢 你不是说一切正常吗 那我还担心啥 一切体征是非常正常 但是你得把医药费结一下 她没带钱吗 真是 跳河也没带钱 说吧 多少钱 五十万 咋回事 水里 从水里就出来要五十万 我可没那么多钱 没钱 没钱 没钱我们只能听了你老婆的养戏 拔了你老婆的输业管 也就不过十分钟的时间 你老婆就凉凉了 凉凉凉凉凉就凉凉吧 反正大夏天已经够热了 我从没见遇见过你这样的老婆 没遇见啊 今天算是遇见了吧 那你到底给不给钱呀 给 当然要给 你说你在哪儿 我去找你 唉 你直接给我打过来就行了 不用我们提示过来了 哎呦 这就让我为难了 你是不知道呀 我现在还用的是过去老婆 老师的手机呢 最多就接个电话 短信都发不了 还给你钱 再说了 去银行我啥都不懂 万一转错了 我转给别人就不好了 对吧 那你意思就是不转钱了呗 算了 就让你老婆在这儿量着吧 大姐 都跟你说了转不了 转不了 我也跟你说句实话吧 你说你干啥不好 非要当个骗子 行行出庄业 你干哪行不行 非要当个骗子 我告诉你 我老婆就在我旁边坐着呢 你发现了吗 难道是我刚才骗子不够专业 不行 我给换个手机号码 接着打 老婆 我厉害吧 老婆 我量了你不救是吧 好啊成功 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我就哄哄她 你可别当真了 陌生号码 又是那个小妖女给你打的 不知道 喂你好 谁呀 你好 你老公被车撞了 我们是急救中心 你老公急需抢救 现在需要五十万的医疗费 被车撞了 太好了 是我花钱故人撞了 别救了 唉 这都什么人呢 唉 这大热天 都等了一个小时了 怎么还不见人呢 都没有时间关键的人 都是我猜 哎 唉 这美女挺漂亮 这次相亲对象 嗨 相亲对象 唉 竟然不是 我的心啊 嗨 你好 哇这么漂亮 你好 这个你就是 我姑妈介绍的甜蜜对象吗 嗯 我就是 我姑妈介绍的甜蜜对象 你好 你好 嗨 你坐坐坐 嗨 哇 你果然跟我姑妈 熟的一模一样 楚楚动人 明眸好吃 羊柳腰 美若天线 又游气 又湿毛 又漂亮 看来你姑妈说得勉强 你真会说话 嗯 看你就是一手一分分流气躺 一表人才又高又帅 我姑妈从来都只说实话 你也挺会说话的吧 对啊 我也只说实话 看来咱们挺般配的 既然是来相亲的 那你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嗯 我姓从 哇 这么巧 我也送信从 看来咱们挺有缘分的 巧了巧了 那你叫什么呀 我的名字叫建豪 什么 你叫建豪 叫建豪怎么 你问你什么 没问题没问题 我能问一下 你爸妈为啥给你起这个名字吗 因为我家里很有钱 我爸妈希望我以后想他一样 赚很多钱 充满银行 所以我们就要重建好了 原来是这样啊 那你叫什么呀 那你叫什么呀 我叫公航 你叫公航 你叫公航 对啊 公航早 那这样子太有缘了 那你爸妈是还给你起这个名字 我爸妈呀 跟你爸妈一样 因为我家里也很有钱啊 因为我家里也很有钱啊 我爸妈希望我以后也能像他们一样 赚了很多的钱 从满银行 成为人生一家 所以就给我许你叫公航啊 哇 咱们正是相见恒晚啊 巧了巧了 对啊 巧了巧了 真的太巧了 你叫建豪 我叫公航 从建豪 从公航 你真逗啊 也逗 你想逗 有气的灵魂 你搭在一起真是缘分啊 对啊 对啊 你狭青座啊 我白羊座 你呢 我是狮子座 咱俩简直太可笑了呀 太配了 你这啥 因为呀 白羊座 天生爱哭 狮子座 天生喜欢 欺负 让别人哭呀 你平时都有什么爱好呢 我呀 爱好 其实挺广泛 就比如说最近啊 最近 小哥申请这个世界吉尼斯记录 我把抢网网也是啊 是吗 那你最近有什么项目呢 最近啊 你看那个树了没 我准备办法两棵烧铁了 是一个车世界上最大的牙签 哦 你呢 来来来来 你看啊 鱼医 我就往这儿一 鱼医 我就申请世界上最小的 我 啊 我就 出三个东 鱼医 我就申请世界上最大的保龄球 哦 厉害呀 那你还不从我家保龄厅上下来 老公 今天中午咱们谁做饭啊 老公你做饭了 我太累了 我也累啊 那怎么办 我都不想动 要不这样吧 咱们玩石头剪刀布 谁输了 谁就去做饭 好啊 咱们开始 石头剪刀布 你输了 不行 三拳两兆 行 再来 石头剪刀布 你抽布了吗 哥 石头剪刀布 你抽石头 重来啊 哥 石头剪刀布 你输了 不行 三拳两兆 行吧 来 石头剪刀布 带我呢 你还在带样子 石头剪刀布 你输了 不行 三拳两兆 再来 石头剪刀布 你输了啊 不行 那个不算 我今天运气好 我可是欧气满满的 这是你运气好 那行 那我就跟你来个不用运气的 我给你抽几道题 只要你能答出来 我就去做饭 答不出来 今天的饭就交给你了 不行 这回来可不去耍赖了 没问题 如果有一台车 小明是司机 小王坐右边 小张坐后面 请问车是谁的 这啥能知道是谁的呢 如果有一台车 我知道了 是如果的车 对不对 真不 我这么聪明 下一题 请先提 一头公牛和一头母牛 猜三个字 我想想 三个字 公牛 母牛 不对 我再想想 我知道了 两头牛 哎呦 不错啊 下一题 请听题 你说 什么东西可以不还 却还能再借呢 不还还能再借 这道题 听起来还挺难的 不过 我知道这道题 我这么聪明 激光 对不对 哎呦 可以啊 你今天怎么这么聪明 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智商这么高呢 我是谁啊 这都是小问题 难不倒我大 那行 最后一道题 给你冲个难道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中 哪个数字最勤劳 哪个数字最懒惰 我想想啊 六吧 这个数字好听 应该是最勤劳的 不对 再给你一次机会 难道是九 他最大 应该最勤劳 零最懒惰对不对 还是不对 猜不到了吧 哎呀 那你告诉我是什么 告诉你了 你可要去做饭啊 好啊 没问题 快说 一最懒惰 二最勤劳 因为一不做二不休 原来是这样啊 我咋没想到呢 快去做饭吧 为啥我去做饭 我不去 刚刚不是你说 咱们不上来 就去做饭吧 谁说呢 我咋不知道 我回家了 哎 你说话不算数啊 笑了 我做吧